觀眾朋友 晚安 您好 歡迎收看1900重點直播 我是新華為您新聞畫重點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與我們留言互動 看新聞聊新聞 頭條訊息我們帶您關注到的是 搭計程車時您復現的時候 真的要睜大眼睛 因為有民眾覺得自己好像成了小黃淵大頭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名消費者 他從高雄到台北工作 而搭車過後 記得自己明明領了1000元的現金交給司機 但是司機收款之後卻說他只給100 當下慌忙之中 他以為自己是不是給錯錢再補上車資 而事後查詢提款紀錄才發現 自己確實是給1000 質疑被計程車司機給坑了 計程車停了好久都沒動靜 這時從旁邊走了一名白衣女子 打開車門後拿出錢包遞到車子裡面 車內的女乘客才終於下車 但她指控不是錢不夠 而是拿了1000元後竟然變成100元 直接把那張鈔票拿出來然後遞給司機 然後接下來他就拿出他的皮夾 他就這樣攤開說你給我的是100塊 我要怎麼找你 事發就在台北市車內的女乘客 在南京復興站領了1000元拿在手上 隨手招攬計程車到信義安和路口 抵達時車資是160元 馬上把手上的鈔票交出去 沒想到駕駛卻說是100元 當下沒有想太多打電話要朋友幫忙付錢 又再付了60塊 指控被問獎詐騙了960元 拿他那張100塊這樣拿出來說是100塊 然後我就拿在手上的時候 我覺得我已經整個傻掉了 因為我想說奇怪怎麼會變成100塊 就說對啊我剛剛也有看到你從 你從ATM剛領錢出來啊 怎麼他怎麼會給你100塊啊 受害旅客從高雄到台北工作 結束後和朋友約在酒吧 想不透零來的錢拿在手上 怎麼會變100塊 離開後看提款記錄 確認沒有問題 才認為被問獎敲詐 想報案卻因為沒有證據 因此作罷 在沒有光源的情況下 該怎麼確保駕駛不會掉包我們的現金呢 第一可以先請駕駛開燈 接下來也可以大聲說出 我拿了1000塊請幫我找開 這時候如果有行車記錄器 就能幫忙佐證 會建議乘客直接報警 請警察協助採集 鈔票上是否有乘客的指紋 如果遇上類似狀況 可以馬上報警請警方到場 或是衝突一發生就先錄影 但也建議再付現金時先做好防範 讓問獎知道自己有在注意 避免淪為被詐騙的對象 TVB 王正宋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 兒童時提醒觀眾朋友 青台凱米在今天 已經增強為中台凱米了 根據氣象署的最新路徑預報顯示 走得相當快 最快其實周二傍晚 台灣就有機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而且它的暴風半徑 在周三的上午就會出入 到下午時分就有機會 從宜蘭的北側登陸 屆時全台灣都會在暴風半徑裡頭 凱米颱風也預期會從太平洋吸飽了水氣 帶來相當可觀的雨量 已經增強為中度颱風 未來颱風會逐漸的朝台灣東方海面前進 預計禮拜三 禮拜四會影響到我們 對台灣大部分地方帶來強風以及好雨 凱米不斷長胖 海溫高讓它結構更扎實 暴風圈也擴大 中台凱米目前距離俄亂比東南方640公里 以每小時10公里向北北溪移動 七級風暴風半徑120公里 週三週四最靠近台灣且路徑往西修正 預估週一晚上到週二清晨發海警 週二中午到傍晚發路警 週三上午暴風圈就會出路 東半部平地首當其衝 最接近的時間點大概是在24號的下午 一直到25號的上半天 颱風中心有機會再通過台灣北部的近海 各國都已經當預報路徑在往西偏折 不只台灣還有日本大陸和美軍 全都認為颱風中心會登陸 以22號下午2點這報來看 嗆鼠預估登陸點會落在宜蘭北側 它還是有機會逐漸的逐步的在增強 但是在接近台灣的時候 應該還是以中路颱風的水準通過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只是中心的風力會比現在再更強一些 以距離上來說的話 它在通過台灣的這段時間 其實速度上是略有放慢 微信雲圖上看凱米長大的過程 20號下午它剛從熱帶低壓形成青台 當時海面上雲系結構還肯鬆散 但22號下午它漲成中台之後 整個菲律賓北部的上空 全都被它的雲層籠罩 像專家吳勝宇也認為 氣急風暴風半徑將涵蓋加溢 台東以北影響範圍很大 就算前都還在年度大潮期間 加上颱風影響 東北部 西南部 低瓦地區也要延放延水 提筆新聞新聞想從熱演SNG的做台北財務的 好 今年首個颱風凱米中台 正式要來報到了 那麼線上的觀眾朋友 您對於颱風來說 應該還是相當印象深刻 是擔心會放颱風架嗎 還是擔心房產準備 會來不來得及準備好呢 看來來勢兇兇 所以呢 我們的氣象主播宣童 已經來到我們的直播棚內了 宣童晚安 新華晚安 大家晚安 好 宣童我們剛剛看到凱米 一天之內強度增強了這麼多 那不曉得它現在的即時動態在哪呢 好 確實喔 今年的第三號颱風凱米呢 在今天下午兩點的時候 就增強為中度颱風 其實也不出乎大家意料 它的本身發展的空間就是很強的 因為太平洋的海水溫度就很高 而且在7月下旬呢 已經來到了同期的新高 當然有充足的能量 充足的空間 來支持它來發展 而且我們也看到 目前各家的氣象單位呢 都認為它會持續的往西來修正 而且是更靠近台灣 甚至有一部分呢 認為它的中心有可能會登陸到台灣的陸地 而目前氣象署是怎麼看的呢 他們認為確實有這個可能性 而且它的中心有可能在宜蘭 投城郊溪一帶來登陸 在新北的沿海一帶來離開 但無論如何它有登陸或沒有登陸 它都很像是一個典型的西北台 對於整個中部以北的風雨呢 一定是很明顯的 趁著今天 明天上半天 可能風雨還不是特別強的時候 趕快來做這防台措施 我們來看一下氣象署目前的最新預測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最快可能在11點這一報 就有機會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而預計在禮拜二 也就是明天的中午之後呢 則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禮拜三禮拜四是最靠近台灣的時候 而禮拜三的時候它的暴風圈 其實就已經會碰觸到台灣的陸地了 雖然禮拜四禮拜五 再逐漸的遠離來到了中國大陸 但是南部地區的民眾呢 還是一樣不能輕忽 因為它還會夾雜著這西南風的水汽 灌進來 所以南部地區的雨下的 可能會比較長一點點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面 有兩顆颱風 這兩顆颱風呢 分別是在左邊的巴比倫 以及在我們剛剛一再提的 這一個凱米颱風 這個凱米颱風呢 它所處的位置在菲律賓 也都目前持續的往北的方向 正要通過這巴士海峽 太平洋的十字路口 而現在呢 取決於它到了沖繩群島 它西偏折的角度 到底是多還是少 看的還是一樣 太平洋高壓它的強弱 如果今天太平洋高壓 相對比較強的話 它不排除可能會再往南壓一點點 但是如果太平洋高壓有減退的話呢 它可能就真的很典型的西北台 可能有機會會從台灣的北部海面 來做通過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告訴大家 這一個颱風呢 因為它來勢洶洶 而且它颱風還在持續的增強當中 雖然要變成強台的機率 感覺比較小 但是中台的上限 還是有著可能性的 提醒大家要盡早的做好防台措施 先話 好的我們謝謝宣童的提醒 所以周三來說這個颱風呢 究竟觸入會停留多久 周上就是一個關鍵的觀察期了 而我們線上的朋友 如果對於這一次開明颱風來襲 有任何天氣方面的疑問呢 歡迎在我們的留言區留言 新話跟宣童呢 會及時跟大家互動 並且帶給大家最專業最精確的氣象資訊了 不過宣童我們剛剛這個線上有很多網友都在說 不曉得台灣人對於這個颱風 到底是期待還是怕受傷害呢 相信很多人是期待放颱風架 但是希望呢 這個人員還有農作物相關的災害都平安 那麼還有Alex唐說 請氣向主播宣布 新竹線周三放颱風架 這個好像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對不對宣童 確實喔 因為這個颱風架的定義呢 可能還是有一些規定存在的 同時呢 還要必須有各單位 以及各個地方政府他們來做決定 但是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什麼樣子的程度是有達到這放颱風架的標準呢 首先在陣風的部分呢 它的暴風半徑4個小時之內會經過的地區 如果它的軍風有來到7級 或者是陣風來到10級以上的話 就可以放颱風架 但是這決定權還不是一定到了這個程度 就一定會放喔 還是要經過地方單位來做一個最後的定奪 另外在雨量的部分呢 則是各縣市必須要達到200到350毫米 這個大概是豪雨到大豪雨以上的程度 當然山區和平地的標準會不太一樣 因為山區相對是比較危險的 所以它的雨量可能比較低 就已經達到了放颱風架的標準 而如果以這個基準點來看的話 哪一個地區我們是需要特別留意的呢 當然在禮拜二的時候 因為颱風畢竟還沒有靠近台灣 雖然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 雖然禮拜二中午之後 也有可能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但是它還沒有暴風圈掃到台灣上空 所以禮拜二會下雨 但是禮拜二的下雨 北部地區越晚會比較明顯 上半天的時候可能都還是一個高溫悶熱 像今天一樣新北三峽出現了40.4度 甚至高溫資訊氣象署也都已經提前的來發布了 明天還是有可能出現36到38度以上的高溫 沒有下雨之前溫度都很高 而在中南部地區你看到顏色感覺比較深 有黃色有紅色 看起來是不是颱風影響也不是 只是單純的午後雷震雨 而颱風影響最近的時間 可是要等到禮拜三還有禮拜四 我們先來看北部地區 當颱風從台灣的東邊海面來靠近的時候 當然首當其衝的 會是在東半部地區的觀眾朋友會最有感 風雨是最先感受到的 其次是北部地區還有在西半部地區的山區 風雨也會逐漸的增強 最後才是南部地區 南部地區的雨下的時間會比較晚一點點 但是它下雨的時間也會拖得比較長 等一下我們會告訴大家為什麼 那麼禮拜三禮拜四是颱風影響最為劇烈的時間 甚至馬祖地區影響的時間可能會往後延一點 因為畢竟颱風就是朝著它的位置來前進 而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這時候颱風已經進入到了中國大陸的陸地上 但是雖然逐漸的遠離 北部地區與市有跟前兩天比起來有稍微的緩和 但是在整個中南部地區 因為會把這個西北風再加上西南風 這裡就產生了一個低壓的符合區 很容易因為風向跟著海岸線垂直 所以南部地區很容易會有積淹水 甚至在山區也要注意會有土石流的狀況會出現 持續性的大雨有機會延續到禮拜五禮拜六 甚至到禮拜日都有這個可能性 而且颱風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 雖然北部地區雨勢是緩的 但是還有可能會有一些間歇的雨勢帶進來 當然還是以午後雷震雨偏 多到了禮拜五之後 那麼我們透過這一張圖就可以看到 哪個地方是比較容易會放到颱風架的 目前看起來當然是山區的機率會比平地來得更高 以及西半部地區會比東半部地區來得再更加的明顯 指向的參考提供給大家 好 我們謝謝玄頭 講得相當相當的清晰啦 大家都說拜託TVBS宣布放假 還有主播跟宣童宣布放下 大家太看得起我們了 這個放不放假呢 其實是地方首長的決定 而且要看氣象鼠的這個測暴 如果這個風力達到10級 或者是雨量有致災性 那麼地方首長就會開始考量了 但是剛剛宣童其實有特別提到 因為這一次颱風的走向呢 大家都說是一個準西北台的趨勢 而受到西北台 大家就想到多年以前 20多年前的中台艾利 就是標準的西北台 因為它剛好就繞過了我們護國神山 中央山脈 所以豐沛的雨量強勁的雨勢 這颱風結構沒有被破壞 導致當時呢有百萬戶停水 30多萬戶停電 所以現在呢其實在東北角還有宜蘭的龜山島 部分的景點都關閉來防台了 海上快艇緩緩被拖上來 停泊處幾乎沒剩幾艘 多數綁在岸邊高處 用釘錨固定 船上器具也收好 岸邊的窗戶用木板釘好 這次台雲要來路徑直撲東北角 共聊快艇業者聽到西北台 心驚驚 因為夏日卻在海泳池裡面一個遊客都沒有 最主要就是因為開密颱風要來了 所以業者呢也提前在週一就已經全部休園 不讓旅客進來 共聊的龍洞四季灣從週一起預警性休園 預計關閉到週四 這裡平日一天也會超過100多位旅客計算 四天大概就損失500名旅客 龜山島7月23到26號就封島 而浮隆海水浴場還有南方的內皮龍洞灣 也預計週二休園 而金山的衝浪熱點 周角灣還有潛水灣和白沙灣 也將在海景發布時禁止旅客進入 淡水老街現在還是有遊客聚集 但就算今天發布路景或是海景 其實也不會有所限制 除非今天浪已經打上來 或者是有積淹水有危險的可能性 才會對進出有所限制 淡水老街緊鄰金色水岸 這裡也是出海口高攤處說 隨時會觀察浪高還有危險程度 提醒旅客安全 日本氣象廳是各國中最早預報 可能在週三週四間 從宜蘭登陸通過台灣 路徑和基隆彭佳雨通過的西北台 非常接近 也能算廣義的西北台 因為沒有山脈緩衝 周圍帶來的西北風 不止雨是大風也會很強勁 西北台到底多恐怖 2004年中台艾力也帶來廣泛豪雨 造成土石流36萬戶停電 91萬戶停水 還有24人死亡 一度停電 北部山區雨量超大 石門水庫原水濁度過高 被掏停水很久 就怕這次凱滅一樣帶來劇烈災害 海上汽水提前關閉也讓遊客更安全 提北新聞 西文像花震森艦艇 聽曹哲仁新北台風不倒 好 很多商班組在期待 能不能放颱風架 不過首長們憂心的是 要如何做好防台準備了 不過除了颱風呢 最靠近台灣的周三周四之外 宣傳我們是不是也要留意 如果萬一呢 這次颱風真的是西北台的話 這颱風會不會甩尾 颱風尾的危害有什麼呢 好 確實喔 這個西北台 剛剛在新聞畫面上面也看到了 在2014年的時候 這個艾力颱風呢 為整個北台灣地區 帶來非常嚴重的災害 像是在新北的三重呢 就因為這海水倒灌 以及雞淹水這雨水呢 是不斷的下 而且它沒有辦法排解出去 再加上當時 有一些工程上面的問題 所以就有大淹水 還有像是在桃園呢 的雨水也相當的混濁 所以導致桃園的民眾 他們有超過半個月的時間 都沒有乾淨的水源喝 而西北台之所以這麼的可怕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它從台灣的北部通過之後呢 會把這西南風帶進到台灣的陸地 而台灣西半部地區的河呢 其實基本上都是往這西的方向來通過的 所以這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河流的走向 跟這風的走向 剛好是呈現一個垂直的角度 所以這樣子就很容易 這河水沒有辦法排解到海裡頭去 就會出現海水倒灌 再加上在禮拜三禮拜四之前呢 其實整個西半部地區都是適逢天文大潮 所以很容易會出現低洼處的積淹水狀況 要特別的留心特別的留意 當然西北台它有比較嚴格的定義 霞翼上的西北台 它必須要是在基隆到彭嘉宇這一帶幾十公里通過 它的中西沒有碰觸到任何的陸地 才是霞翼的西北台 但是呢現在有一個比較廣義的西北台 就是它只要符合氣象署第一類的路徑颱風都算是 但是無論它是或者是不是 狹義的西北台對於台灣的影響都很大 尤其在靠近的時候中部以北 尤其最靠近的地方 水還有雨還有風都會比較明顯一點 而當它離開的時候呢 會把這個西北風帶進來 以及西南風的水氣也會夾帶進去 所以在南部地區的雨就會增加變得比較多 我們剛剛也給大家看看未來幾天的降水預報的狀況 我們也再給大家來看一次 在禮拜二禮拜三的時候呢 其實禮拜二感受還不是特別的多 禮拜三禮拜四說最近嘛 所以最近的時候風雨是最強的 而在南部地區的雨會來的比北部地區 雨下的時間還要來的晚一點點 因為當它如果在台灣的北部海面的時候 吹道的風向還是處在中部以北的地區 所以中部以北可能在前半天雨會比較多 到了下半天的時候 南部地區的雨才會逐漸的增多 而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南部地區的風雨要逐漸的增強 這是因為有一個符合區 也就是西北風加上西南風 所以這裡都是一個非常容易產生雨 碰到地形會有比較持續性的好雨 而這樣子的持續性好雨呢 會一直延續到禮拜四禮拜五 這也就是大家關心的 是不是有可能會出現颱風尾 當然還是要看它實際上走的這角度 如果它在通過了台灣北部海面的時候呢 是有往北的分量偏多的話 這樣子的機率會更高 但是如果相對的比較難壓一點點 也會有 但是就不會像往北的時候強度 來了這麼的強 清華 好 那麼剛剛在宣童跟我們介紹 這雨到底會怎麼下呈現什麼樣的趨勢 西北台呢 在中南部地區很有可能如果碰到滿潮的話 河水沒有辦法及時宣洩 在風力的影響之下 不過線上的網友特別提問說 欸 颱風都會是逆時針旋轉嗎 那麼另外也有人想要問喔 台北會不會有淹水的可能 有哪些縣市可能會是淹水的警戒區 還有土石流的警戒區呢 請教宣童 好 確實喔 颱風呢 熱帶季旋 它本來就是一個逆時針旋轉的一個風向 所以呢 只要颱風來的話 都很容易會產生類似的共辦效應 共辦效應可不是只有在秋天的時候才會有 在夏天的時候 同樣也是有這個可能性 只要它符合的位置對了 它就是1加1大於2的風雨雨 所以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的是 在這一段期間呢 整個西北部地區的民眾呢 當然是整個降雨量可能會來的最多的 但是南部地區依舊不容小覷 因為這風雨呢是持續性的 剛剛說在整個山區地方 雨是不是會來的比較多 確實在整個中南部地區的山區呢 不排除會來到大雨 豪雨 甚至大豪雨 什麼是豪雨 豪雨就是每日的累積雨量要突破250毫米 而大豪雨呢 則是超過350毫米 就會來到大豪雨的等級 而在整個西半部山區呢 都是有可能出現豪雨以上的強降雨 這樣子的雨量非常的驚人 2到3天的颱風天呢 其實都有可能會超過800到1000毫米的 總體山域累積雨量 所以真的不可不防 新華 好的 我們謝謝宣童的解答 而接下來呢 如果要掌握凱敏颱風的最新動態 提醒觀眾朋友這幾天呢 千萬不要錯過我們宣童主播的氣象預報了 謝謝宣童 謝謝新華 謝謝大家 好 再來我們繼續帶觀眾朋友 關注的是社會焦點 新北市戲指光天化日之下 怎麼會發生 掳人事件呢 當地警方高度關注 特別透過了監視器畫面 來以車牌追人 後來清查車籍的資料 發現這是海巡署的真房車 原來啊 這個是海巡隊員在抓偷渡客 而偷渡客被逮到之後呢 拒捕受捕 這個動靜之大 讓路過民眾以為在綁架 看到一輛黑色舊車停在銀行門口 一群人拉著一名男子 強行把對方拽進車內 路過的駕駛嚇壞了 時候跟調閱出這一段行車記錄影像 PO上網還標記了 新北市禁局和當地分局 描述看到一個人被掳上車 附近甚至還有騎士 停得遠遠的拿出手機 一次就是在報案 請遠景到場關切 回到案發現場 這邊車流量是非常的大 當時一輛轎車就停在這個位置 而且有一群人就包圍了一名男子 就讓附近的民眾覺得 是不是街頭掳人 這驚悚場面嚇壞了用路駕駛 18號下午4點多 新北市繫紙新台湖路上 突然來了一群黑衣人 把一名男子拉進車內 案發現場正對面 是當地相當有名的速食店 平常人來人往相當熱鬧 目擊這驚悚瞬間 霞區派出所隨即接獲了三通報案電話 只是當遠景到達現場這黑色轎車 已經不見蹤影 就怕真的發生暴力刑案 警方也不敢大意 調閱監視畫面 鎖定車牌號碼之後 以車追人 結果進一步追蹤 發現這輛車是海巡署的真房車 被拉進車內的男子來自越南 年約30歲 疑似非法入境 工程來台灣不到一年 當下跟朋友騎車出門 朋友配合調查 他卻不肯交出證件 結果被帶回查證 證實是失聯移工 原來是海巡署接獲勤資 在找偷渡客 這驚悚場面 不是街頭擄人 而是自己人 在抓人 當警方得知真相 才結束了這場續警 而開玩笑也要分清楚場合 桃園機場第二航下 今天有一名70多歲的旅客 跟地勤人員表示 他的行李裡頭有炸彈 不過呢 他說自己只是開玩笑 可是地勤可不敢等閒視之 立刻通報了航警 前來處理 事後才發現是虛精一場 但是還是依照標準的程序 進行處理 而先前呢 在高雄的小港機場 又男子要搭擊到沖繩 也謊稱自己的心裡頭 有手榴彈 一樣被嚴肅處理 結果機場疑似有爆裂物 遠景火速趕到現場 但對方卻這麼回 聽到關鍵字手榴彈 表示只是隨口說說 還不斷強調是沒有爆裂物 口氣講得輕鬆 但對於機場人員 可是不敢掉以輕心 就怕真的有危險 22號早上7點58分 桃園機場第二航下 一名70歲的中姓老翁 到櫃台辦理 前往上海的登機手續 當時地勤人員詢問 行李裡面 有沒有行動電源 還是其他物品 結果北北回說手榴彈 緊接著又說開玩笑的 但在機場開著玩笑 真的不好笑 基於安全考量 航空公司馬上報警 並再次確認 檢查其行李 並未發現爆裂物 並加強該班機旅客 手提及托運行李安檢 警方到場後 北北不斷強調是說 沒有手榴彈 可是隨口說出的話 卻耽誤 搬機時間大約10分鐘 而在前一天 高雄也有男子 要搭機前往沖繩 謊報行李有手榴彈 被馬上報警逮捕 因為一句玩笑話 嚴重影響 飛安和民眾時間 這樣謊報的行為 其實已經觸犯 民用航空法第105條 散佈危害飛航安全制 不實訊息者 是可以處三年以上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 一百萬元以下的罰金 一時興起隨口說說 不只造成他人困擾 也讓自己進了警局 TVBS新聞 林志瑞 藍婷 陶仁 採訪報導 好 近期就有兩起謊報 搭機行李裡頭 有手榴彈的事件 大家千萬不要模仿 別開玩笑了 而再來我們大觀眾朋友 看到的是 年過了30年 才來討債放火燒屋 這個離譜事件 發生在台中 根據了解69歲的江信男子 提著10公升的汽油桶 來放火燒屋 不過剛剛 所信這個屋主 還有他的家人 已經即時將要制止 稍後我們有最新的畫面 而再來要帶您關注到的是 我們剛剛獲報的最新消息 台中今天下午發生了 兩歲男同把塑膠球 吞進了肚子裡 結果卡在呼吸道 失去了呼吸心跳 好 先請警銷搶救得宜 整個搶救過程也曝光了 交給記者洪彩倫 好 右桶疑似誤 誤吞了塑膠球 第一時間沒了呼吸心跳 消防救護人員趕到現場 先利用義務夾 夾出一顆直徑約3-4公分的 桃紅色塑膠軟球 同時不斷對他急救 這個意外地點在台中市 南區高公路一處社區中庭 今天下午4點多 有家長帶著大約2歲大左右的男童 在社區內玩耍 不過管理員發現 男童好像在吞一個 像是乒乓球的物體 來不及制止 他們趕緊搶救 同時趕緊拨打119求救 剛好附近有員警在巡邏 立刻繞過去幫忙救援 直到救護人員到場接手 利用義務夾 夾出了塑膠軟球 同時持續CPR 把人送往大理仁愛醫院急救 之後再轉到中山腹衣 目前小男童恢復呼吸心跳 不過人還在觀察治療中 好為了60萬元的建屋工程款 這名男子提著油桶 跑到這一處住家去 潑油縱火 索性被屋主阻止了 但是屋主表示 他說這個錢是30年欠的 他覺得怎麼可能 自己欠錢也不會忘記 上午8點半男子騎著電動車 載著一整桶汽油來到民宅前 他下車後走進屋內 直接沿著客廳到房間 開始潑灑汽油 屋主90歲的老父親 剛除完草回到家 發現後趕緊衝上前置紙 坐在隔壁的表妹 聽到爭吵聲上門查看 也幫忙搶下男子 手中的打火機 我們兩個硬把他拉走 因為他握著打火機 很可怕 警銷接獲通報 屋主也接到通知 趕緊回家查看 真的是千鈞一法 事件發生在台中市新社區 中和街一處民宅 先犯69歲江西男子 上午8點多提著 一桶10公升裝的汽油 來到民宅潑油 還拿出打火機 企圖縱火 都是汽油的味道 對啊 很重 好可能晚上 前犯落網後 向警方恭稱一位屋主一家人 三十年前蓋房子 請他幫忙施作工程 還有六十萬的工程款沒有還 才會上門潑汽油要錢 你當時錢都已經給你 怎麼一個時間過了這麼久 突然間跑來 以前三十幾年六十萬 對啊 那有可憐 那有可憐 屋主表示嫌犯當時收錢後 還說要去泰國養蝦 疑似近年生活不順遂 才會突然上門要錢 幸好九十歲老父親 即時制止沒有釀成大禍 但因為嚴重驚嚇 心臟不舒服 加上身上也潑到汽油 送往醫院治療 而嫌犯被依刑法縱火未遂 恐嚇安全等罪名 移送地檢署偵辦 體育變新聞 舒泰銀 張子民 台中採訪報導 而高雄的中校夜市 也發生了口角衝突 而且這下誤會大了 主要原因就是有店家不斷指控 有一名顧客要吃霸王餐 甚至直接報警處理 而警方來到現場要了解案情 調約了店家監視器才發現 這被指控要吃霸王餐的顧客 早就付過錢了 身穿灰衣的男子 站在一家小吃店門口 一看見警方跑了過來 馬上手指著店家急忙的解釋 店家說他沒有付錢就想離開 不停的向警方抱怨自己被誤會 他越想越生氣 甚至忍不住罵了不雅自言 沒關係沒關係不要緊 來後面坐 我們來幫你合作 遠景決定先將他帶到警車旁 讓他坐著冷靜一下 也一偏安撫他的情緒 等他冷靜下來之後 再返回店家調約監視器 警方調約監視器後才發現 是誤會啦 原來男子二十一號晚上八點半左右 在高雄知名中校夜市裡的小吃店用餐 保餐一頓準備離開 卻被店家質疑尚未付款 雙方因此爆發口叫 警方到場協調確認男子有先付款 店家才連忙道歉 男子最後是幸幸然離開 夜市小吃探遇到用餐時間 難免忙中有錯 萬一真的漏收錢 不少店家幾乎都是讓客人自由心證 其實難免都會跑單啦 難免啦 可是因為小錢比較不會care這一些 就吃人在付 那這樣人多忙才會不會忘記 會不會說會 那什麼 自認倒楣 每個店家都有不同規定 如果真的跑單寧願自認倒楣 也不會硬要去跟客人起爭執 畢竟開店做生意以何為貴 台中東區的建議間百貨 在連同道上有民眾直接募集 空橋上面怎麼亂成一團 三名男子壓著一個男人 不讓他走 後來聽到他們大喊就是他偷拍狼 原來這幾名偷拍狼相當的大膽 直接光天化日之下 拿出手機偷拍群頂風光 而這三名男子呢 敬意有為 將他壓制並且報警處理 兩三名男子抓著一名黑衣男不放 對方似乎想掙脫 用力擺動身體被人壓制在地 因為想逃 反而被緊緊壓住 民眾發現這名男子 涉嫌偷拍好幾個女生群體 我沒有想 哈囉 等警察來 等警察來 偷拍人在內褲 有目擊者發現 他尾隨跟了好幾個女生 還把手伸到群底下去拍 惡劣行徑被抓個現行 有人去幫了齁 偷拍男被抓到了 這地點在台中市東區 Lalaport商場三樓空橋 21號下午4點左右 67年次的王姓男子被控偷拍 遭熱心民眾逮捕 本手同仁到場時 由於妨害性隱私是告訴乃論 轄去遠景查看嫌犯手機內拍攝到的影像 最後找到了一名被害人來完成相關筆錄 全案依妨害性隱私最嫌 韓宋法辦 TVBS新聞 陳希君宏 蔡輪台中採訪報導 琉璃大湖發生了不幸的死亡車禍 有名退休遠景在天色剛亮時出門 卻撞到了倒臥在路中央受傷的流浪狗 導致摔車最後身上多處出血死亡 而警方吊躍了監視器 後來發現這隻流浪狗也相當可憐 事先被大貨車撞倒受傷 不過或許司機直接揚長而去 沒有進一步來救助處理 導致死亡車禍的發生 清晨五點天文為亮 六十七歲保全騎車出門上班 突然發現路中間有受傷 倒地的流浪狗 騎士殘避不及撞上 連人帶車摔飛 撞進路邊的樹叢裡頭 騎士因為頭部身體多處撞擊 出血傷勢嚴重 緊急送醫搶救 仍然宣告不治 車禍意外 發生在苗栗大湖酒莊前 清晨五點 六十七歲 賴性男子 擔任保全工作 騎車上班時 發生車禍意外 原本以為死是撞上流浪狗 私體還在那邊 對 私體在那邊 然後摩托過 一撞 撞到 車子就滑 但目擊者提供警方監視器 原來早在案發前一小時 這一次浪浪因為跑到馬路上 被大貨車撞上倒在路中間 長達一個小時沒人發現 重機車駕駛已 免過動物屍體 而發生此起交通事故 詳細情形 有待事後釐清 警方表示 賴性男子曾在苗栗當過警察 退休後獨自住在大湖 擔任保全工作 清晨五點上班路上 因為浪浪被撞倒地 大貨車沒下車處理 路上也沒人發現 引發連環意外事件 特別新聞謝股金 苗栗採訪報導 觀眾朋友帶給您最新消息 高雄的過港隧道出狀況 原來有這個貨櫃車司機 他的平板櫃沒有鎖好 在經過隧道的時候 直接擊落了股風機 算算這損失可能高達900多萬元 詳情我們交給記者林友璇 行車就期拍下當時駕駛的陣行 經高雄連通騎駛跟前鎮中央道路的 過港隧道 結果前方一輛托板車 疑似載的物品過高了 結果是直接撞上了隧道上的股風扇 掉落瞬間揚起大量的煙塵 而這股風扇全都砸在這個雙向車道上面 事件就發生在今天下午的三點多 根據了解原來是貨櫃車 他的平板櫃沒有鎖好 因此先是通過了限高架的還有增高器 結果在經過隧道內的這個股風扇的時候 他平板櫃掀起來導致撞擊到三台的這個股風扇 而後續高崗的隧管中心也表示 目前是將這個南孔隧道內的車輛進行排出之後 也緊急一度封閉了這個北孔的雙向通行 先採恢復雙向通車緊急派掉車前往處理 那在6點40分的時候 過廣隧道的這個損壞股風扇都已經掉離 正在進行現場的清掃工作 不過賺壞了三台股風扇 目前出估這個損失恐怕高達了900萬元 話重點時間帶觀眾朋友關注到 美國總統拜登在台灣時間週一凌晨閃電宣布退選 並且表示他支持他的副手賀錦麗接棒繼續參選 而這個震撼消息雖然從上個禮拜已經開始醞釀 直到週末美國時間週末才釋出 可是對於政壇還有全球政見來說都是個震撼彈 外界就觀察接下來賀錦麗真的能接棒成功嗎 還是會先處起民主黨黨內的風暴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媒體已經各界開始反應了 像是時代雜誌的封面 PO出了這個電子版面 可以看到這個是拜登離去的背影 而這是賀錦麗在他後方繼續前行 而拜登已經表態了希望他的副手賀錦麗可以接棒來參選 但是川普他的對手可說是嘴上不饒人 他說川普是有史以來最爛的美國總統 換了賀錦麗他也沒再怕 他覺得賀錦麗更好打敗 甚至他還笑稱說拜登宣布退選的隔天 會不會就忘記自己退選的決定了呢 甚至還幫兩人取綽號叫沉睡喬 以及賀錦麗一些不雅的綽號 而現在民主黨內外界就觀察賀錦麗到底能不能在全國的代表大會上獲得所有人的認可提名 還是民主黨內雜音不斷會不會有其他的挑戰者出現呢 而另外一方面針對拜登宣布退選的這樣的決定 其實普遍來說黨內大佬都是表達支持的 像是希拉蕊以及她的政府克林頓都已經宣布支持賀錦麗來接棒了 不過民主黨內其他的政治明星像是曾經訪問過台灣的裴洛西 以及前總統歐巴馬夫婦倒是只支持拜登退選 但要不要支持賀錦麗似乎欲帶保留 美國總統拜登閃電退選 震驚全球向來挺民主黨的CNN主播得知消息眼眶反淚 時代雜誌馬上換新封面 延續上回設計這次拜登已經走出框 換賀錦麗昂頭闊步走進來 民主黨內接續讚揚拜登的決定很勇敢 退選決策保密到家 根據瞭解拜登先找來兩位親近幕僚撰寫退選聲明 發布的前一分鐘才告知賀錦麗以及白宮幕僚長 不過歐巴馬和裴洛西的動向引發異策 因為裴洛西和歐巴馬至今為表態支持賀錦麗外傳 裴洛西不希望空降人選 傾向舉辦黨內閃電初選 在拜登退選八小時後捐款電話湧現 民主黨募得五千萬美元大約16億台幣 是2020年後單日最高募款額 TVBS新聞都不到 而拜登退選了 而過去抨擊拜登的聲音似乎也因此消退 普遍的民主黨人士呢都是敬佩他做下這艱難的決定 而且是為國為民把美國利益還有黨的利益放在優先於個人之前 不過其實過去呢拜登會遭遇如此大反對他繼續競選到底的聲讓 主要就是因為他從去年到現在頻頻出狀況 我們就帶您看到其實呢在北約的這個峰會上面 他把澤倫斯基稱為普親 雖然拜登事後呢有解釋 他說是因為自己太想協助烏克蘭打派普親 所以才有口誤 而還有把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丁喊成那個黑人 似乎好像也不是很妥事 另外方面呢也把黨內的拉丁裔黨團跟非裔黨團給念錯了 同時也把非裔的饒舌歌手姓名講錯 在空軍官校的畢業典禮降臺上面跌倒 而且是正面跌倒 都讓人覺得拜登是不是已經過於衰老 還有呢像是他把賀錦麗叫成川普的名字 這場面也相當的尷尬 而且在跟巴西總統呢同台的場合當中 忘了跟巴西總統握手 甚至不小心撞到國旗 而私人的募款活動呢 常常會念念不忘同樣的世界不斷的復數 同時他聲稱經過每一場的大型的槍擊事件 以及在2022年 德拉瓦州騎腳踏車的時候 拜登也曾經跌倒 都讓大家對於他的健康狀況捏了把冷汗 加上他宣布退選之前 也傳出了他再度確診 而成績多日之後 雖然幕僚強調他們一定會選到底 但是呢似乎拜登在最後一刻 還是決定宣布退選 而他的幕僚卻是看到報導出來之後 才知道相當的心碎 而與此同時呢其實加拿大 歐洲還有各國的元首 都表達對於拜登的敬佩 但是還是有很多的 拜登支持者文迅難過落淚 美國總統拜登 拋出退選震撼彈 從各國元首第一時間的回應來看 似乎都鬆了一口氣 總統拜登 我認為總統拜登 要重新認識 不再把自己推進 歐洲多國領袖 紛紛在社群媒體上 對拜登表達敬意 英國新任首相施凱爾 和德國總理肖茲都表示 拜登的決定值得尊重 波蘭總理圖斯克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也表達欽佩和認可 稱拜登的決定勇敢有尊嚴 而不只政界元首暗暗鬆了口氣 美國好萊塢大姐大 巴巴拉史醉山同樣火速PO文 感謝拜登對民主的維護 讚美拜登將名流侵始 另外曾演出 星際爭霸戰的好萊塢知名日裔演員 喬治武警 曾在星際大戰 飾演陸克天行者的馬克 和米爾也都發文表示肯定 其實很驚訝 但很正確 因為我認為它需要 如果我們需要 他年輕的時候 他會看得到更加感動 這是感謝 這位選民對拜登的支持 易於言表 先是哽咽說不出話 一想到拜登以大局為重 最後還是忍不住 在鏡頭前大飆淚 無論如何 民主黨支持者的唯一目標 就是勝選 但接棒的賀錦麗 能扛起打敗川普的重責大任嗎 我喜歡她 但我也覺得她不太流行 支持者和盟邦國家元首 終於放下心中大石 但拜登退選後 艱鉅的挑戰才正要開始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而拜登做了艱難的決定 宣布退選過後的民主黨真能逆轉勝 拼勝選 還是又是另外一個茶壺風暴呢 我們要帶您看到的是因為 再過48小時 現在可能也低於48小時了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這個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到底誰能出現 雖然拜登還有克林頓夫婦都要力挺賀錦麗 但是黨內似乎有雜音 我們從民調來看到 因為賀錦麗現在來說 似乎不是一個強而有力 可以直接打敗川普的一個候選人 因為呢 CNN綜合了像是ABC各式各樣媒體的綜合民調 發現呢賀錦麗的支持度是47% 那麼川普是48% 其實兩個人呢都在2%的誤差範圍沒有顯著的差異 其中大多數的民調都是在第一場辯論之後舉行的 只有一間民調是在川普槍擊案過後舉行了 而槍擊案呢這一些子彈可以說是把川普的身世再度烘托了起來 但是呢國內的政治學者蘇洪達表示 他說這未必川普他現在就是躺著贏躺著選 就能成為美國總統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現在民主黨都還沒正式提名呢 賀錦麗呢雖然可以挾著這個拜登的競選系統 還有希望能夠承接他所募得的這些款項來進行競選 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賀錦麗可能在民主黨人的心目當中 也覺得他足夠強嗎 因為不要忘了另外一個呼聲很高的這個女人 這個前總統歐巴馬也是前第一夫人密雪兒歐巴馬 他其實也可以說是呼聲很高的選擇 那麼進一步分析呢這個台大設計院的院長松達表示 密雪兒歐巴馬聲望很高 但是時間這麼短他願不願意出來 能不能寄居所有的資源跟能量也還很難說 但是在歐巴馬明確宣布他要挺賀錦麗之前 其實密雪兒歐巴馬到底會不會出來 都還是有很大的變數的 週日傍晚白宮外美國總統拜登支持者 自發性為他舉辦感謝活動 也力挺改換賀錦麗選總統的決定 拜登與賀錦麗競選團隊 馬上推出一系列賀錦麗週邊商品 讓民眾能穿上力挺 不過獨立參選總統的小甘奈迪痛批 說民主黨現在改推一個好戰派參選 川普陣營更是火力全開 親川普團體砸下25.5億台幣 推出攻擊賀錦麗移民政策的廣告 川普上週末造勢 也馬上幫賀錦麗取了新外號 拜登退選後 川普說賀錦麗更容易對付 但賀錦麗真的比較好打嗎 CNN這幾週平均民調顯示 賀錦麗支持度與川普只差1% 共和黨分析師認為 儘管年輕選民可能挺賀錦麗 他的光環恐怕會被拜登的移民政策拖累 曾成功預測9次大選結果的歷史專家 麗其曼說民主黨如果想贏 應該團結挺賀錦麗 才能保有他13把鑰匙理論中 勝選所需的多數關鍵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拜登退選的這樣的震撼消息 對於台股來說是重重一擊 今天不曉得您的投資組合 投資表現如何呢 整體台股來說可以說是重挫的 我們帶你看到今天收盤的時候 下跌了612點 整體指數說在22256點 跌幅來到了3.2% 這可是今年第二大的跌點 史上第六大的跌點 像是先前十分強勢的台積電 聯發科以及鴻海呢 通通都是跌的 那麼目前呢 台積電已經不見千元以上的水位了 而且盤中呢一度只墜700點 而外界認為呢 這很有可能是因為接下來呢 川普的慎選意味濃厚 雖然民調不是這樣趨勢的 但是呢股民頻頻就會憂心 川普慎選過後呢 是不是會掀起地緣政治的風險 對台灣的科技產業不利諸多的猜想 也因此也反映在台股的指數上 美國大選角力持續升溫 也連帶影響到股市 週一台股是以22818點開出 隨後是走下行趨勢 甚至一度下跌超過600點 每選噪音發酵 每股四大指數上週拉回 台股週一持續震盪 盤中一度狂洩超過700點 中場以22256點做收 下錯612點 是台股史上第六大跌點 也是今年的第二大跌點 台積電ADR上週五下修跌幅3.55% 不過其實市場傳出利多消息 美國對大陸半導體出口制裁 入氣為此擴大囤積晶片 台積電迎來極單 但股價似乎救不了 週一台積電再下錯 早盤出現938元 中場收在939元 跌31塊 四個交易日市值蒸發3兆 股會雙殺 週一新台幣對美元 收盤32.848元 貶值超過一角 幅度來到0.36% 跌破32.8元 價位改寫 近八年半的盤中新低紀錄 說今年來的漲幅已經達到36% 如果你去看季線的這個乖離 這是60日的這個正乖離 來到12.2% 一個大環境來說其實也應該要休息 回歸基本面緊接著要迎來 美國科技財報週 Google母公司特斯拉 將在美國時間7月23號率先公佈財報 微軟超微 Meta蘋果Intel等大廠 也將陸續在7月底到8月初陸續公佈 第二季野機 我們對於這一次的科技股的財報 包括把說進入所謂的旺季的效應 其實還是給予神聖樂觀的態度 尤其在AI這邊反映到這個趨勢 除了科技類股分析師認為 拜登退選有望為基礎建設類股 網路通訊綠能電動車族群 挹注成長動能 美選如何發展牽動全球股市 體驗新聞連續明節台北上報導 曾經多次預言國際大事 而聞名全球的神童阿南德 這回來到台灣參加區塊鏈的盛會 不過他大膽預言明年會發生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中國南海可能會有衝突 還有重大的自然災害以及種族滅絕 不過我們要再度提醒您 這類似的預言都沒有科學根據 只能作為參考 被認為印度神童的阿南德 八月初即將來台進行演講 行前被問到最火熱的美選議題 雖然長的保守沒點名誰會當選 但是可以知道的是一舉一動 先動國際經濟 而他也預測在明年3月會有重大事件發生 此外他也預言2025年上半年經濟存在風險 尤其是台積電在明年可能會存在挑戰 不過相信台積電的競爭力整體而言會做得很好 而外界也好奇區塊鏈高峰會談AI 談科技 怎麼會找阿南德來演講 他更重要並不是說技術的門檻能不能突破 他更重要的關鍵點是說人與技術 還有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的關係 他自己本身其實也是一個AI的重度使用者 他可以為我們把這個問題帶來一個解答 阿南德因為多次預言國際大事而聲明大噪 但是有網友點出他也有測不準的時候 例如阿南德就不能預言 以色列遭到哈馬斯襲擊一事 還有網友炮轟他是馬後炮打師 另外有報導指出阿南德曾經在2020年預言 當時七到八月的疫情會緩解 不過當時全球的染疫人數並沒有趨緩跡象 只是阿南德敢猜敢講除了成為話題 同時也被放大檢視 提醒觀眾所謂的預言或是神機 都沒有科學根據 只能當作參考不能盡興 體學新聞 鳥群明傑 台北長報道 今天你有發現天空萬里無雲嗎 除了颱風接近的因素之外 今天也是24節慶當中的大暑 天氣相當炎熱 但是真的熱到是不是有很多生物 都想吹冷氣避暑 有民眾呢其實在台北火車站的超商直擊 冷藏櫃裡頭有老鼠亂竄 嚇壞了 天氣這麼熱不只人想吹冷氣 竟然有米奇跑到冷氣房裡頭 去在冰箱裡面乘涼 民眾在台北車站超商買東西 發現一隻很大的米奇 躲在冰箱冷藏的這個鮮石區 旁邊就是三明治還有很多的飲品 那他是發現了這個狀況呢 趕緊用手機錄下全程 就發現放飲料的冰箱有東西在動 仔細一看竟然是米奇 他錄下影片之後呢 還發現這隻米奇很快的 在冰箱後面逃竄 最後是逃到了天花板裡頭 那這個影片一出 也讓不少民眾看到覺得很恐怖 說這隻米奇養得有夠肥 如果在拿商品的時候 米奇突然跑出來跟他對看 真的會傻眼嚇死人了 而另外對此北市衛生局也說了 他們已經接獲民眾陳情 預計今天會派人前往稽查 如果發現這個超商有缺失 而且在期限之內沒有改善的話 依法是可以儲六萬到兩億元的罰還 還有壽司店又爆出了食安問題 小朋友吃鮭魚壽司吃到了保利龍 那麼業者表示很有可能是 肉品的包財因此之欠 回想當時狀況還是很心疼 不解兒子怎麼會在連鎖壽司店 烤鮭魚肚壽司裡頭吃到這塊 混在白飯中的白色保利龍 甚至還差一點就噎到 更說自己光顧十幾年 這不是第一次出現食安或衛生疑慮 因為之前頂多看蟑螂跑過去也沒什麼 那杯子或是什麼不乾淨 那我們就算了換一個 那這一次是吃到 就真的有點太誇張了 不這樣子做你們永遠不會改進 六月二十三號全家四口去施針仙 卻吃到保利龍結帳一千四百七十五元 中途店員有來道歉 最後說要減免三碗湯還送茶包盒 陳小姐全婉拒投訴食藥署 正縣區經理也在提了免單 跟給一千元的折價券 陳小姐也婉拒了 直到新北衛生局借貨陳情後 機查發現無意狀 這時區經理的態度卻大轉變 去店過去的時候就說 你不是說你要自己按照你的意思處理嗎 然後什麼什麼就態度很差 竟然還掛我電話 陳小姐懷疑 正先不老實也滅正 更呼籲應該要讓區經理來免職 而正縣回應第一時間都有表達關懷 確認顧客狀況 保麗龍碎片是人員疏失 不小心把鮭魚肚的包材混入魚肉中 強調會加強教育訓練跟出餐品質 但也撇除是有員工惡搞 而衛生局也強調絕非無作為 接續會請業者持續改善精進 帶著行李搭Uber 但是司機不協助搬運 還把行李丟下車 那司機就是開車門 下車之後就馬上過來 跟我跟我朋友適應說 我們現在司機都不能碰乘客的行李囉 乖小姐好傻眼 21號中午她叫了一台Uber 來信義區的飯店外 沒想到司機好奇怪 說現在規定都不能碰客人行李 乖小姐雖然滿頭霧水 但表示自己搬著好 不用還要特別這樣說 沒想到司機聽了以後大爆氣 把已經放入後車廂的行李甩出來 直呼不在了 講話什麼態度 更馬上快速把車開走 司機不僅自在態度又很兇 讓歪小姐又生氣又害怕 決定向Uber投訴 不過客服回應 需要一到三個工作日處理 並給了50元的乘車點數 但歪小姐並不是要錢 而是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和道歉 而Uber則回應平臺和合作車隊 沒有不能碰行李的規定 針對這事件 會和平臺合作車隊調查 並且提醒駕駛 提供良好乘車體驗 就判類似糾紛不再發生 提供的新聞謝謝新劉軒 新北這麼倒 還有台北市這名女子搭乘白牌車 因此跟駕駛起了衝突報警 女乘客還沒下車 就跟駕駛吵了起來 我說的是1183號 這邊是199號 大哥 看大姐 看一下警車在後面 來 給錄影 來 原來她和白牌車駕駛 因為停車位置起口角 駕駛乾脆不收錢 你要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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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駕了車 我駕車 沒有權利不載你 駕駛之號跑去找KTV 守望的遠景 女乘客以為總算有人主持公道 卻也和警方起爭執 我為什麼要打1999 人民的保姆是怎樣 我們不是人民的保姆 不然咧 我們是警察 我駕的是白牌車 我舉發 你警察在這邊 居然叫我打1999 這樣不對嗎 事發之後在台北市中山區 一間KTV附近 到了晚上成了小黃跟Uber的載客熱點 日前凌晨4點多 警方還在門口執勤 卻遇到有女乘客檢舉白牌車 當時女子要求白牌車停在後方 但是駕駛看到了警車 因此是往前開到了黃線 才讓她下車 兩點的距離差了30多公尺 只要走幾步路就會到 卻引起女子的不滿 警方回應駕駛沒有違規 管理白牌車的主管機關 也不是警察 而是監理證 加上這回駕駛沒收錢 雙方沒有車資的問題 跟監理證檢舉 恐怕也很難舉證 T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華主播為各位新聞